努力 我很努力 我非常努力 但是就是舞台很出乎意料 就感觉很漂亮 到了另外一个环境的感觉 就随风去了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时了往前 却愿意去相亲 最渺小 最弱弱 最柔弱 最无畏的你 用尽了春天 用力的去回忆 爱不可及 要好地在意 周深的歌声却依然在耳边环绕着 不愧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这魔力也太厉害了吧 时隔两年的线上演唱会 在观众万分不舍的目光中结束了 周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为听众献唱13首歌曲 述不可及 光亮 化身孤岛的金 大鱼等 从治愈到炸裂 各种风格周深都能灵活掌握 他的歌声动员悠扬 高音穿透力很强 感觉天灵盖都要被掀翻了 氛围感拉满 直播观看人数直接破译 网友纷纷直呼 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现场 只要他安静站在台上唱歌 你就会莫名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被他的声音感动得起鸡皮疙瘩 就是一切 如果我就是绝对 如果自信始终在 就让爱是漫月 成全一个夜 我可以让我终生美丽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对你不知感觉见诊 当你自己才自开矮 莫非都一分受益 才值得分向我们一切 看我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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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好风 看我落下 你的衣衫破旧 为个胸前温柔 陪我满握目的的四处漂流 我的背景如黄球 而你却微笑白袖 把它当成真的宇宙 Blooms like a flock Far away or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one To find a way back home Rainfalls a thousand times Known for brains of come and go You who once went by Where will you belong I feel your sight and breath In the last blow of weight Not care for the story On the last page It's not the end 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直播 是最考验歌手唱功 周深不仅将自己的歌曲 完美地展现出来 并且还翻成了 其他歌手的作品 在这个舞台上 周深又将他们做了调整 变得更加有意韵 更加好听了 这样既有实力 又会给人带来惊喜的歌手 怎能不受到听众的喜爱呢 这场直播的热度 观看人次高达1.4亿 也就是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 都进过周深的直播间 看到了这场精心准备的演唱会 周深在直播间的时候 因为看不到弹幕 所以很害怕自己适合空气聊天 在给自己暖场时 不仅说学逗场都有 还另赠免费表情包 这口才 以后都不用带主持人玩了 他绝对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他的直播 并且弹幕是一直在滚动着的 他唱歌给我们听的愿望实现了 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在听周深唱歌 每一首歌唱完 还得自己不停的暖场 嗓子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但周深仍然能把每一首歌 演唱的接近录音棚水平 这可不是一般的歌手所能做到的 周深用超强的唱功 和对粉丝负责的态度 再一次认证了 真唱为王的自信 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跟大家唱歌 很久没有这样一个 就是直播在线 跟大家互动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很开心 这次能够在 抖音平台的夏日歌会 给大家来一场小小的音乐会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有 很有意思的一个互动 但是你非常紧张 因为直播唱歌吧 人难免多多少少回子 我也很害怕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直播 就是会很有趣 很害怕又期待又紧张 但是演唱会有一点 是线下做不了的 就是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人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到你的演唱会 我觉得这是线上演唱会 特别棒的一点 对我来说有一股 又熟悉又不适应的感觉 因为感觉又回到了 刚开始自己特别喜欢唱歌的时候 大家都是隔着一个屏幕 然后隔着一个网线去相互交流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又有一种很熟悉 但是又很陌生 一场直播不仅是对周深实力的考验 更是对其人气的检验 谁知道周深竟然将打赏功能给关掉了 不少粉丝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动 这应该是他们看过最干净的直播间了吧 没有交替不断的礼物 也没有混乱不堪的评论 大家都只是在安安静静地听周深唱歌而已 关闭打赏功能是周深一直以来的传统 他开直播只是为了给大家好好唱歌 赚钱并不是他的目的 周深一直都在感谢 感谢这个平台 感谢生米们 让他放松自己 轮心的瞬间有很多 比如快结束的时候 他会花费五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每一位工作人员 并且准确无误地交出对方的名字 看着周深从默默无闻 到火遍大江南北 了解他的为人 知道他的信念 看着真是享受着舞台 在舞台上散发魅力的样子 为了梦想一直奋斗的他 这次直播间的火爆 是他多年奋斗的结果 周深的歌声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他一站上舞台 那就是最耀眼的存在 未来的他会更加蒸蒸日上 我就是没有办法去看到 通过屏幕是什么样的一个舞台 但我觉得应该会很有意思 在歌声上为大家 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有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有大家非常想听的 因为今天在这评论里面 就会多多少少都会 看到大家打一些歌的名字 初到80年有什么想对歌迷说的 其实有很多话想跟他们说 因为可能有很多琐碎的事情 因为很感谢他们 为你画的画呀 写的信啊 然后他们为我唱的歌 他们为我写的歌 或甚至做的游戏呀 或者做的一些 他们想要表达 他们对我歌声喜欢的一种方式 这些东西就是 你要享受的琐碎 其实非常非常多 但你后面发现 你最想说的依然还是感谢 就无论这个问题 被问到多少多少次 最后想说